王武背着白衣佛前脚进了衣馆 引了身形的东华和凤九后脚就跟了上去 凤九早就瞧见这一馆开始散射了结界的 所以开始开着门王武也进不去 看来这一馆的大夫也不是凡人 只是一踏进这一馆 凤九认为自己见过不少世面的也被吓了一跳 这哪是衣馆啊 分明是一桩 偌大的院子里摆满了棺材 边上还有纱布飘着 墙上挂着的都是泛着悠悠红光的灯笼 再配上头顶微弱的可以忽略不计的月光 他一个闯过幽冥丝的都觉得这里不值得比那地府还要阴森些 但惭愧的是 王武一个凡人胆子比他大得多 他背着白衣佛十分淡定地对着棺材一个的敲 大夫 大夫 您在呢 凤九 那难道那古怪大夫是呆在棺材里吗 但院子边一个屋子传来那大夫不耐的声音 我又没死 你对着棺材找我做神 快背着你身上那个晦气和尚进来吧 凤九看了一眼东华 东华握了握他的手 害怕 凤九惩强道 这是凡人的地盘 我一个神仙怎么会怕凡人 我就好奇罢了 东华笑了笑 将他往自己身上拉近一些 既然好奇那便去看看 你放心 这些棺材里面都是空的 凤九了一声 那这一管 大夫摆这么多棺材在自己家里做什么 东华淡淡道 或许是这里是到不好 这大夫就做起了卖棺材生意 若是病人被开医死了 他就可以顺便卖棺材 这大概就是凡人常说的一条龙服务 凤九默了默 有时候帝君的冷笑话也真的好冷哦 等他们跟着王武进了那屋子 终于瞧见了这大夫的庐山真面目 但他们大概都没想到这大夫是他们的熟人 正是幽民寺白民主谢化楼 而且他们进去的时候 看到的是谢化楼悠哉的伴 躺在一张美人踏上翻着画本子 地上一地的瓜子壳 王武背着白衣服 恭敬地走到他面前 还请大夫救救我家主子 谢化楼漫不经心地答应着 把你家倒霉主子放下 然后在外面候着 我治病的时候 不喜欢有人在边上看着 王武面露犹豫之色 大夫 你一定要治好我家主子啊 谢化楼不耐道 你再婆妈下去 待会你就从外面选一副棺材 直接把你主人给埋了吧 听他这么说 王武赶紧让白衣服在床上躺好 麻料地走了 谢化楼看了一眼 还处于昏迷状态的白衣服 然后目光一向东华和凤九站着的地方 帝君帝后大驾光临 要不要一起来客会瓜子 东华带着凤九便一起陷了身 东华淡淡问 你为何也会出现在这里 谢化楼笑 帝君神通广大 为何会明知故问 我听闻此地不久之后就会降下天雷 到时候我游民司定会收不少忧魂 可惜白无常白斩和陌生一起投胎后 我就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白无常人选 到时候定会忙不过来 若认这些忧魂在人间飘荡 又会导致天地秩序打乱 不得已 我便决定牺牲一下我美妙地睡觉时光 来此地看看 看看能不能少死几个人 以减轻一些忧民司的工作负担 听到他一本正经地说了这么多 东华却道 你说的话 本君一鸽子也不幸 你专程来此处 应该就是为了这白衣佛吧 谢化楼脸上的表情一致 但马上又恢复了漫不经心的神情 帝君何出此言 东华走到白衣佛前 手轻轻一挥 白衣佛身上的伤口就消失了 他叹了叹 一念成佛 一念成魔 持有想让本经来度的 岂止是这同百郡的刁民们 应该最想度的就是 这已堕入魔道而不自知的白衣佛吧 听到东华说 这白衣佛已经堕入了魔道 凤九吃了一惊 而且这魔道肯定不是小颜那样的 看似凶神恶煞 实则傻白亭一流 东华又继续道 我一来到这同百郡 就发现了此处有两道气流相生相克 一道魔气 一道佛气 如今显然魔气已经战胜了佛气 才让这同百郡的百姓全部变成了恶人 你身为幽冥司民主 应该会知道到底是为何 谢化楼终于舍得从他那美人塌上坐起来 语气还带着戏血 这可是稀奇了 堂堂东华帝君竟也有不知道的事情 东华淡淡道 本君已经猜出个十之八九 但准确答案自然是要你来告知 戏化楼手往前一伸 手上画出一个类似罗盘的法器 他看向东华道 当年少挽用自己的涅槃之火烧毁了若木之门 让人族脱离于四海八荒 七居于十亿凡事之中 我的母亲便吸收了若木之门最后的神兮做了这个阴阳盘 此盘跟帝君的妙华景功能类似 但这个阴阳盘 却是能看透连妙华景都无法做到的实意凡事 说着他走到昏迷的白衣佛面前 拿起一把匕首 非常利落地在他手指上割了一道口子 然后让白衣佛的血滴在了阴阳盘上 阴阳盘上顿时泛出一圈金王将白衣佛完全笼子里住 谢化楼还对东华和凤九做了一个情的动作 帝君 帝后 请看 那凭空已经生出了许多画面 作为刚在上古时期的幻境中待过许久的 凤九认得这画面里的世界又是洪荒时代 只是好像比东华那个时代还要早些 画面中的景象也不是神界 而像是远古时代的人族 凤九看到一个穿着粗布衣上的高大男子正站在一条大河之盘 东华很及时地为凤九解答 这是竹水 是吃油出生的地方 凤九瞧着这高大男子的背影 虽然看不清他的面容 但配着他边上的茫茫芦苇和流水桑桑 也觉得那背影看上去甚是萧索 帝君 这男子便是吃油吗 东华还未回答 就看画面中一个白衣僧人朝男子走过来 面容清秀 眉目和善 是比现在看上去还年轻些的白衣佛 白衣佛刚走到高大男子的身后 就听到男子叹了一口气 无中失败了 白衣佛立起手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战神来盘古神神悉所化 贫僧初遇战神之时 战神的心愿是为盘古神守护 他牺牲性命来开辟的这广袤天地 但如今生灵涂炭皆因战神的战火而起 那战神是为了苍生而战 还是只是为了战神自己 凤九听白衣佛这么说 就已经猜到这男子定是赤油无矣了 只是等他转过头来时 凤九又吃了一惊 这赤油的脸竟跟他上次发梦遇到的 那个紫阴男子一样 跟他和东华在盘古祠堂外遇到的 那个垂垂老矣的老人家完全判若两人 赤油看着白衣佛 无一生之己 为大师一人 大师曾曰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地狱未空 势不成佛 无罪孽深重 死不足惜 但吴仍然有三千族人 受无所累 大师可否替吴护佑他们周全 白衣佛自然是答应了 只是那画面竟然就这么消失了 戏话楼道 这和尚现在身体虚 他的血只能让我们看这一段 毕君若还想知道他的前程过往 不如先把他治好 东华思笑非笑 明明是你在这开了医馆 为何要本君耗费修为 戏话楼故意叹了口气 没办法 小女子法力低微 不管是先是魔 在这凡间走一遭 一旦动用了法力都是要被反噬的 方才催动这阴阳盘 小女子已经耗损不少了 帝君若是想尽快弄明白这白衣佛身上的秘密 还是不要吝啬这小小修为了 凤九马上道 那不成 帝君法力高 反噬也会越厉害 不如我来看看 谢话楼又是一笑 早听说帝君帝后抗力情深 如今看来 还真是让人羡慕 戏话楼刚夸完东华凤九抗力情深 东华就把蠢蠢欲动的凤九拉到一旁 然后往白衣佛身上注入了一道紫气 就淡淡道 他已经好了 凤九检查了一下东华 发现他并无异样才松口气继续去看白衣佛 却见他仍然双目紧闭 只是眉头深锁 额间还不断冒出冷汗来 这个时候 谢话楼挂在门口的一串风铃也开始叮当作响 谢话楼唇角微勾 看来我这小小医馆今夜来的贵客可真不少 东华也看了一眼那风铃 风铃乱响 必有妖孽 谢话楼轻轻一笑 有帝君在 还会怕什么妖孽吗 那外面刮来一股好大的阴风 凤九支觉得一股强大的煞气冲进来 可是快到他们面前的时候 这煞气突然戛然而止 那风铃也不再想了 谢话楼对东华道 这妖孽也是有眼力见的 知道有帝君这样强大的尊神在 便不敢进来造次了 东华微微一笑 或许也是看到民主这个鬼祖宗在这 凤九忍不住插了一句嘴 帝君怎么 不说是因为看到有我这个清秋帝基在呢 咱们清秋的法术也不是什么人都敌得过的 东华摸了摸他的头发 是我说错话了 小白最厉害 谢话楼眉眼看得扭过头去 听着外面的动静 有我这个鬼祖宗在 自然是情鬼容易送鬼男 帝君帝后 要不要随小女子一起出去看看热闹 凤九弟一个跳出来 自然是要去的 却马上被东华拉在身后 别逞强 乖乖跟在我身边 谢话楼忍不住又调侃他们 帝君护起起来怎么跟护独子是得 东华道能将妻子保护得很好 也是身为男人必须要有的本事 你家厌尺物有没有这种本事 谢话楼想到像个脱缰的野马一般到处乱跑 他都好一阵时间都没见到的厌尺物 马上微微变了脸色 毕竟大可不必如此 凤九怕两人斗嘴斗上瘾 忙当何事老道 你们再不出去 那外面的妖魔鬼怪都要跑了 谢话楼哼了哼 哪有那么容易跑的 他们重新来到那阴森森摆满了棺材的院子 却建那院子里的棺材全部张开 飘到空中 像是盖了一个棺材屋顶 那棺材屋顶下就困着一个头发长到都脱到底的红衣女子 脸倒是极美 只是过于惨白 一双手的指甲全部被染成了黑色 长得吓人 这一看就是一个因怨气而生的厉鬼 谢话楼摸着下巴折了两声 看来果然是最近我幽名寺的工作做得不到位啊 放着一个这么漂亮的女鬼姐姐在外面游荡 这红衣女鬼明知面前是三个法力高强的尊神 随便一个动动手指就能叫她灰飞烟灭 但她还是面露狠色 怒吼道 你们快放了我 谢话楼笑了笑 放了你 那房间里可是躺着一个白白嫩嫩的和尚 放了你 你可是要冲进去洗了她的洋缘 红衣女鬼冷声道 我是要救她 她并没有做错什么 你们把她抓起来做什么 谢话楼挑了挑眉头 救她 那这可是有意思了 一个是得道高僧 一个是凶狠厉鬼 你们之间莫非有什么精彩的故事不成 这可比那些凡人写的话本子有意思多了 红衣女鬼文言一张惨白的脸变得更白了 你休要口出无言亵渎圣僧 她才不是那种人 我们来说这种人写的故事不成为了 我们来说这种人写的故事不成为了